1.2.3.3.3.4. 喔!!! 其實你知道煩惱會解決煩惱 喔!!! 我也想幫你控制 你好我是南強工商表演藝術科 三年級的一新衛 我是二年級的李俊偉 我是三年級的陳瑜彥 我是三年級的劉靖 我是二年級的林正宏 歡迎收看YouTubeMeToo 高路三 玩什麼 這次YouTubeMeToo來到南強工商找笑草 趕快來看看超帥又精采的表演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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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嗎 好! 你還有兩取是什麼 台湾 太帥了嗎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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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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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话 节目笑话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意义 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 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控诉 只是证明生活 并不无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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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跟你透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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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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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刚刚第一个表演会不会很紧张 会 那你昨天晚上有很忐忑吗 有啊 有一直练习 那你学武学多久 高中才开始学 你现在是高级 高二 平常你是什么时间练武 放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会有一个团体留下来练武 就是武风这样 你讲话的时候有反差萌 他讲话有一点小朋友的那种语调 但是整个长相又有点清冷清冷韩国人的感觉 对自己全身上下最有自信的地方是哪里 应该是身高吧 183 尤静同学 嗨 你好 那是跆拳道还是空手道 跆拳道 然后学多久 学七年 小一开始 你觉得你自己哪里长得最好看 整张脸啊 那你对于你今天拿到的名次有什么预期 第五名吧 蛤 为什么 她们表演太帅啦 我表演那么烂 因为我的专长不在这个嘛 你的专长是 我是演员 我专长是演戏 哦 你为了想要做演员是不是 对啊 请刚刚牺牲奉献的女同学上台 同学你怎么愿意担任那么危险的角色 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她平常的时候在学校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感觉出来 然后跟同学都很好 然后她打的手都很帅 对但这些都不影响你可能会被她踢到头 提到晕倒之类的 对啊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跳这么高 小时候就运动啊 练脚啊 我大腿肌肉很壮 这是很奇怪 这个是大腿肌肉 哎哟 于燕同学 同学 同学你是高二还是高三 高三 真的很希望你还会再长高 因为你的脸非常的帅 所以你平常除了喜欢唱歌 还喜欢做什么 嗯 嗯 怎么怎么这个问题很难 切水果 切水果 对于自己最有信心的地方是 身高啊 哦 我们刚刚那位讲身高的同学 两位 大家都那么高就我一个人这么矮 诶 也是哦也是有你的特色在 你从昨天开始就很平常心了吗 对 就跟平常唱歌一样 平常洗澡的时候会唱歌啊 嗯 你就你自己大概第几 就第一名啊 你就是有原住民学童对不对 对对对对 五官很深 而且肤色也很好看 跳舞你学了多久呢 呃 高中才开始学 平常的爱好是什么 呃 打篮球 然后唱歌 跳舞 然后 看动漫 了解嘻哈的历史 你偷偷告诉我 班上女生有没有人偷喜欢你 没有 我有女生 蛤 在现场吗 嗯对啊 哦远远的看她一眼就好 你大概跟我讲大概在哪里 在那个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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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伟同学 对 你这个发型 是因为最近那部电影去换的吗 诶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刚刚在表演的时候 台下同学很热烈的在问你什么款 呵呵 你可以特写她的肤质欸 她肤质好到一个 有点要超越我 护上淡妆 最好看的地方 或你自己最有自信的是什么 眼睛 对 我觉得有时候蛮可爱的 你觉得你自己是可爱型就对了 嗯 那你对镜头弄一个 你觉得最可爱的 样子我们拍下一张照片 那你什么时候学这个 因为我一年级的时候什么都不会 然后到二年级 上学期也都什么都不会 嗯 然后就逼自己去学一个才艺 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 整天丢橘子 然后就会了 进入投票环节 从校草门开始投票 刘靖你想要投给谁 我原本想要投陈于晏 但是她照片太丑了 所以我决定投一星位 你看她这个照片 超性感的 你不用被她影响 投给自己也没关系 我不用被你影响 我当然是要投给自己啊 很好 你选刘靖 我觉得她台天道很屌 我要投一星位 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很像投爵 我要投给刘靖 刘靖其实她会的才艺很多 然后又长得好看 同学们的投票时间 我想投给李俊伟 她太有魅力了 就像她刚刚在跳舞一样 我要投给陈于晏 她虽然有点矮 但是她真的很帅 而且她的歌声就是很疗愈 你一定投给刘靖的啊 对不对 其实她私底下不只会杂耍 然后她还会做一些小东西 就是一些惊喜 让大家都蛮喜欢的 比如说 她会做一些道具舞台 这是她的兴趣 跳舞的时候 让我觉得她很有魅力 就是她的表情啊 然后她带动气氛的感觉 那我觉得整个氛围就很有这样 她是我们校队的队长 她也是我的师父 我们是帕平校队的 我们是帕平校队的 因为我觉得她跳Locking很帅 然后我也是跳Locking 她是我学长 因为她帮我们班展台系 堂堂校草已经成为工具人了嘛 投票结束 马上来公布名次吧 第五名是 蛤 乙兮蔚 没有觉得我 我不适合当校草 没有 你既然被同学跟老师提出来 代表你就是了 而且老实说啦 因为我刚拿着给大家贴那个板子 票数是不是超级接近的 紧接着继续公布 第四名 李俊伟 有很多人投给你 应该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 而且很多女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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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咯 现在已经公布到即将到前三了呦 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名是 李藏豪 有点惊讶 我觉得 应该会更差 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更差 没有 你长得 真的很有个性 Fashion的那种 要谢谢他们 可以继续加油 好 哎呦 好刺激喔 看到这个时候 但兄弟啊 我一直都觉得他长六岁啊 他不太矮了 老天爷是公平的嘛 他长太帅不太高 1 2 3 欸 欸 欸 哦 镜头特写一下他这个眼睛的效益喔 对啊 赢在身高赢在身高赢在身高 我高他10公分了 有很多吗 他很适合当我女朋友啦 好 刚好可以亏 好 你谢谢同学投给我啦 嗯对啊 谢谢很非常多人投给你耶 你们很有眼光 不错 投给你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 谢谢大家 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期许 不要变丑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